行医 人为首 治病救人 为官 德在先 功而忘死 医道官徒 一医一官 医人医国 正气凛然 请听长篇小说 首席医官 原著谢荣鹏 演播阿陈 在曾毅的治疗下 翟浩辉终于醒了过来 并且张口喊了一声爷爷 这可把翟老给高兴坏了 他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之前 曾毅说三天就让翟浩辉能恢复神志 翟老高兴归高兴 但也没抱多大希望 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那就是好悔这一辈子都醒不过来 一直都这么风傻下去 那自己就给他雇上几个人 一辈子好好照顾他 让他这辈子就这么衣食无忧地生活下去 现在这宝贝孙子居然真的就醒了 翟老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实在是太高兴了呀 而翟浩辉说完那一句话 就头一歪躺倒在了沙发上 张杰雄立刻上前一看 转身的 老所长 浩辉这事睡着了 翟老抬着手 高兴得都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让他睡 让他睡 就看刚才翟浩辉说话时那清明的眼神 他已经知道自己的孙子活回来了 之前翟老对曾义心里 还有点不快的想法 而此时全部烟消云散 非但不怪罪 反倒是高看一眼 这曾义为什么就敢撒手不闻不问呢 那是他的医术达到了一种境界 就算不来 心里也是对病情了如指掌 再说了 人家曾义有错吗 他办的那是公事 是为了南云县的几十万百姓在操劳奔波 要说对不住 也只是对不住你一个人 但曾义对得住南云县的几十万百姓 相比之下 自己这个老革命可就太自私了 为了你一人的孙子 就要让曾义放下本职工作 去给你做这做那 人家欠了你宅家的吗 翟老此时哈哈大笑 心中顿时释怀 在心底他对自己说 可笑啊可笑 翟龙泰 你真是可笑 你当年提着脑袋干革命 死了那么多的战友部下 为的什么 不就是为了一个朗朗乾坤 百姓富足吗 比起那些死去的战友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可笑啊可笑 你翟龙泰平时总是嚷着 叫别人把你当作一个普通人看待 可真有人把你当作普通人看了 你为什么又要生气呢 你应该高兴 应该非常高兴才对 张杰雄 让人扶着翟浩辉 进屋里去休息 然后又对翟老说道 老所长 浩辉醒来 我都高兴的差点要掉眼泪 可是你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啊 要不我陪你出去走走 翟龙泰爽朗的笑道 哈哈是要走走 杰雄啊 我现在觉得浑身都是力气啊 张杰雄就陪着翟老出了屋子 站在屋门口 张杰雄问道 要不就到山上去走走 嗯 我去 翟龙泰现在是要把自己的喜悦 跟别人分享 到山上去跟小鸟分享吗 他说道 走 找姓汤的老家伙下棋去 张杰雄就想道 我可听说汤院士 是围棋专业六段的水平呢 曾经跟一个世界冠军 下得不分胜负呢 翟龙泰的眉毛顿时竖了起来 混账你还怕我下不赢那个老秀才吗 告诉你下象棋的话我能甩他八条街 张杰雄就黑黑笑着 平时他可不敢这么跟翟老开玩笑啊 今天也就是看翟老非常高兴 所以才敢逗他开心 果然翟老并不生气 两手往背后一背 就奔汤修全的住处而去 张杰雄紧紧的跟在后面 走了两步 翟龙泰又说 好会醒了 马上叫我知道 张杰雄说 是 都安排好了 再说曾义 他拎着箱子回到汤修全所住的地方 汤卫国一把就把他给拽住了 哎 小姨怎么样了 汤卫国是满脸焦急啊 那个翟浩辉醒了没有 曾义把箱子往桌子上一放 淡淡的说道 应该是清醒了 什么叫应该啊 你去了一趟 难道还不知道 清醒没有 曾义就吓的 翟老对我昨天的事有看法 不大愿意看见我 所以我没等翟浩辉清醒过来 就先回来了 不过应该没有问题 一会儿张将军就会来告知结果的 汤卫国的一颗心顿时就提到了嗓子眼 我的活祖宗啊 你可真是祖宗 有你这么大脾气的吗 翟老就是给你脸色 那你也得收着呀 想看翟老脸色的人多了去了 可还看不着呢 曾义又说道 刚才给翟浩辉推拿 费了一把子力气 现在浑身是汗 我先去洗把脸 曾义说着就走到里面洗脸去了 汤卫国一跺脚 他拿曾义是没一点脾气 现在也只能相信他的医术了 汤卫国闷闷的走到外面 对着沙袋砸了两拳 然后坐在石凳上喝茶 就听外面有人喊道 汤秀才 汤秀才 汤卫国的眉毛一束 这谁喊汤秀才呢 这只有我这个汤大炮 没有什么汤秀才 可等他扭头一看 吓得差点摔了茶杯 只见翟老背着个手 正站在小院的门口 冲着里面喊呢 身后还站着张杰雄 就听翟老又喊道 汤秀才快出来 陪我下盘棋 汤卫国惊得那嘴巴都合不住了 什么 翟老竟然亲自上门 找自己的老子下棋 不会是看错了吧 要知道汤秀全 也只是个少将 跟翟老的身份 那差了十万八千里呢 以前翟老找汤秀全 都是派人过来通知一声 汤秀全就过去了 如果没有通知 汤秀全是不能随便过去的 就这 这还是很高的待遇了呢 想见翟老的上将中将 那都得排队呢 谁见过翟老亲自上门来找人下棋啊 汤卫国回过神来 啪的一个敬礼 手掌好 张杰雄把一个小垫子往石凳上一放 翟老大步走进来就坐了下去 然后一白手道 汤秀才呢 汤秀全乃是军方的热动力专家 在翟老看来那是有大学问的人 所以就喊他是汤秀才 汤卫国慌忙答道 山上遛鸟去了 我这就去找 他赶紧从桌上拿起自己的军帽戴上 就要出门去找汤秀全 翟老呵呵笑着 不用找了 我就在这儿等他一会儿 你叫汤卫国是吧 汤卫国又是一个立正 报告首长 我就是汤卫国 翟老摆了摆手 你不用拘束 我又不是你的上级 听张杰雄说 你的功夫很不错 汤卫国怎么能不拘束呢 他赶紧答道 我负责警备区的出途工作 翟老就明白了 能负责处理突发事件的 那可都是尖刀啊 他说道 哦 你们汤家一文一武 倒是有些意思呀 不过现在是高科技时代了 除了会武 还要加强科技知识的学习 有机会的话 就到军校神造神造 是 汤卫国虽然站得笔直 心里却是无比激动 翟老能对自己说这番话 那就是有意栽培自己呀 怕走过没几天 自己就要去深造了 曾义此时已经洗完脸 手里拿着毛巾正往外走 就看到坐在院子里的翟老 也是吃了一惊 赶紧走过来 哦 翟老 我刚才洗了个脸 不知道您在外面 翟老脸一板 你们一个比一个拘谨 是不欢迎我呢 还是准备要赶我走啊 是不是我来了 打搅到你们了 曾义一听这话就知道 翟浩辉肯定是清醒了 翟老也不生自己的气了 就想到 怎么会呢 我们欢迎还来不及呢 汤卫国跑进屋里 一会儿端着水果点心出来 放在了院子里的石桌上 翟老问曾义道 会下棋吗 曾义点头 呃 懂一点 以前我常陪我爷爷下 嗯 把这些都撤了 拿象棋出来 今天就让我考验考验你的水平 汤卫国就把水果 往旁边的石凳上一放 然后跑进屋里 很快就拿了棋盘棋子出来 摆好红黑 翟老道 我一老鸭小 传出去不好听 就让你一个马 曾义也笑道 以前我跟我爷爷下 我都是让一赶鞠 我怕别人说我不曾老 翟老哈哈一笑 你脚的嘴还挺硬 一会儿就让你知道 我这老江有多辣 两个人一个让鞠 一个让马 就这么奇怪的逗了起来 翟老把当头炮一讲 这几天辛苦你了 好会已经醒了 翟老那可是有身份的人 不可能直接说谢谢的 他说这话 那就是在表达谢意 问曾义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就是了 就听曾义说道 我拿了翟老的珍藏手枪 总觉得受之有愧 现在我的心里可好受多了 不算是无功受禄 翟老就一抬眼 心想 这小子真不是一般的聪慧呀 哎呀 放在这南云县 真是可惜了了 张杰雄在一旁也是心中暗赞 是啊 像翟老这种级别的人物 怎么可能会欠你的人情呢 只要你把事情办好 就算只字不提 翟老也会给你安排好一切的 可偏偏就有人想不清这个道理 立了芝麻大的一点功劳 就要这要那 完全是脑子坏了的表现 如果曾义今天提了要求 那么就落了下诚 你就把给翟好会的治疗 变成了一桩交易 在翟老眼中 曾义只不过是为了升官发财 才会拼命的给翟好会治病 那翟老满足了你这个要求 心里也就不再有亏欠了 以后永无瓜葛 反过来说 如果是你不提要求的话 翟老反倒觉得 你是真心实意的在治病 不图回报 有医者之风 他会一直都记得 你对翟家的好 再说大军区司令员楚镇邦 他听到昨天的事 赶紧就来到了长宁山 在别墅区的入口 也是被负责警戒的卫兵 给拦了下来 虽然昨天行动的 不是大军区的人 但是在楚镇邦的地盘上 任何风吹草动都瞒不住的 楚镇邦心里心怀忐忑 虽然昨天只是个小事件 可毕竟是发生在 自己的地盘上啊 要是因此影响到了 翟浩辉的治疗 那自己可就要倒大霉了 要是翟老对你有了意见 以后你在进步的关键时刻 翟老金口一开 你就算完蛋了 过了一会儿 张杰雄就快步走了出来 啪的一个敬礼 楚司令请跟我来吧 楚镇邦还了一个敬礼 跟在后面 离开港哨之后 低声问道 张老弟 翟老今天情绪如何 你给我交个底 他堂堂一个大军区司令员 竟然折尊去攀张杰雄的好 可见心里有多么不安 张杰雄脸上毫无表情 只是说道 好会已经清醒了 楚镇邦就松了口气 还好还好啊 不幸中的万幸 只要翟好会没事 那这事就处于可控状态 张杰雄领着楚镇邦往前走了几十米 一拐弯就看到了翟老和曾义 正在专心致志的下棋 一开始 翟老还真没把曾义放在眼里 他可是下棋的高手啊 没想到几步棋走下来 就感觉到曾义 有张有法 进退有序 翟老顿时有了一种 棋逢对手的感觉 提起精神 就冲锋陷阵 张杰雄准备上前通报翟老 楚镇邦却一伸手按住了他 然后轻手轻脚走上前 静静的在一旁观棋 楚镇邦看了几步 就心中暗自惊诧 翟老的象棋水平 那在军中可是出了名的 楚镇邦倒是没机会跟翟老下棋 可是楚镇邦的老首长 跟翟老下过 那也是个酷爱象棋的人 回来之后 曾经告诉楚镇邦 不是自己不想让棋呀 是根本就让不起 招架都招架不住 自己老首长的棋义 楚镇邦是知道的 反正十个楚镇邦 捆一块也不是对手 没想到这个增议 倒是一板一眼 把翟老给降住了 不用看棋 单看翟老的神色 就知道这局势很不妙啊 再看翟老 盯着棋盘 看了足足有五六分钟 最后一推棋 这盘我输了 曾义笑着 这盘是何棋 翟老虽然是拿不住我 可我要想将住您这原老帅 也是有心无力呀 少来这套 你去打听打听剧 我翟某人的棋品 那可是真金白银的 什么时候赖过账 翟老望着棋盘 还有些不服气 再来再来 我还就不信了 汤卫国刚才也是光顾着看棋了 没注意到楚镇邦 这会儿才看见赶紧一个力争经理 出司令 翟老一抬眼 哦 镇帮来了呀 楚镇帮就赶紧笑的 老首长 我看您今天可是棋逢对手了 这永贯三军的棋王成豪 怕是要让闲了 翟龙太大眼一瞪 放你娘子屁 上一局我赢的时候 那是你没看见 张杰雄就觉得好笑 上一局老首长 您赢了倒是真的 可目前 增益已经是三比一了呀 翟老今天好不容易碰到个对手 兴致大涨 很快摆好红黑 就要再杀一盘 再来再来 楚镇帮直摇头啊 自己这个大军区司令员 放着一大堆军务不干 就站在这儿 看着一个黄毛小子下棋 欺负翟老 这算怎么回事啊 而此时 张杰雄的通信器里传来声音 他立刻道 老首长 郝辉醒了 哦 翟老一推棋盘就站了起来 走 回去看看 走了两步 翟老又猛一转身 小曾啊 快跟我先去看看郝辉 这棋咱回头再下 众人就急忙朝翟老的小楼 走了过去 远远就看见 翟浩辉在警卫人员的搀扶下 从屋子走了出来 然后站在院子里 抬头看着青山绿树 警卫人员提醒了一句 翟浩辉就看到了这里的众人 就快步上前几步 爷爷 然后又是一个立正 向楚振邦和张杰雄敬礼 虽然是刚刚康复 但腰板笔直 一股军人的鹰挺之气 翟老放声大笑 好灰啊 哈哈哈哈 你可算是火灰来了 楚振邦也是大笑 太好了 太好了 好灰啊 你这一清醒老首长历史荣光缓发 我看还能再干二十年革命呢 翟浩辉 已经从警卫员口中得知自己 得了一年的狂症 当下说 爷爷 让你担心了 醒了就好 醒了就好 翟老看翟浩辉说话做事 已经是完全正常了 喜不自禁 杰雄 你把好灰清醒的消息 告诉万林和万山 让他们也高兴一下 是 我立刻把这个好消息 向两位首长汇报 翟老有三个儿子 翟万林 翟万山 是长子跟次子 目前 翟万林已经是总参的副总长 再进一步的势头 非常强劲 而翟万山 虽然不在军方掌权 但也是某军工集团的老总 翟家一家 全是军人 名副其实的军人世家 翟浩辉的父亲叫翟万军 是翟老的三儿子 也是翟老当年最看好的一个儿子 人如其名 也是个能力敌万军一般的人物 翟万军跟汤卫国有点像 一身的好武艺 虽然是军校出身 但特别喜欢冲锋陷阵 参加过越战 历过无数战功 后来成为了特种作战大队的指挥官 再一次执行阻击境外敌对势力 潜入境内的任务时 英勇牺牲 翟万军牺牲的时候只有26岁 当时翟浩辉还没有出生 是个姨父子 同时他也是翟家第三代中唯一的一个男丁 从小跟在翟老身边长大 深得翟老的疼爱 在开国将军的后人中 参军的有很多 败将的也不少 但很少有像翟家这样 翟家三个儿子全都上过战场 老大翟万林负过三次伤 老二翟万山端着枪追了敌人两百多里 而像翟万军这样 为国捐躯的功臣之后 更是很少有 翟家在军中的威望之所以高 那是翟家子弟用鲜血换回来的 是真真正正的铁血翟家 而翟老那更是铁骨铮铮 十年浩劫之后 我们的部队 已经不是当年那只打过抗战 和解放战争的百战之士了 经历十年动乱 军队的战斗力和战术素养 已经非常衰弱 但在明知这种现状的情况下 翟老还是坚决要求打一仗 一场越战打下来 打出了军方的威风 也为其后的改革开放 创造了几十年的和平 同时也打醒了当时的军方领导人 从而使部队走上了 现代化建军的正确道路 张杰雄立刻拿出加密电话 跑去通知翟万林和翟万山 翟老又说道 好灰啊 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要是觉得哪里不舒服 就说出来 让小曾大夫给你看看 曾毅上前几步 伸手给翟浩辉搭了个脉 过了一会儿说 没事了 大病出狱 身子有点虚而已 慢慢调养就好了 柴老对曾毅的话 哪还有不放心的 交代说 好灰 你记住 你的这条命 是小曾救回来的 这辈子都不能忘 是 翟浩辉看着曾毅 啪的一下 很严肃的打了个敬礼 大恩不言谢 曾大夫 好灰欠你一条命 曾毅赶紧白手道 哪里 其实咱们谁也不欠谁的 在将军领上 翟老也饶了我一命 我这是戴罪立功的 现在一命换一命 咱们两底了 翟老大笑啊 这个曾毅可是真会说话 不过还带着那么一点点歪理 当时要不是自己拦着 这小子 怕是早被警卫团的人给扣了 而楚镇帮 真是羡慕啊 翟老当着这么多的人 说这样的话 那可是给足了曾毅面子 让翟家欠你一条命 你小子一辈子都会行大运呢 楚镇帮笑着说道 老首长 好灰大病出狱 这可是天大的喜事 镇帮实在是高兴 今天就壮着胆子 向你讨一杯喜酒吃 您可不要吝啬呀 翟老哈哈大笑 哈哈好 那咱们就白酒庆祝 楚镇帮也是大喜啊 翟老这么说了 看来自己是有资格参加这个喜宴了 他又说 好灰这会儿身子还虚 可别让山风再给吹着了 翟老抬脚就上了台阶 好 进屋说话 翟好灰在屋里沙发上坐好 就问着自己病了这一年的情况 有外人在 翟老也不好讲 翟好灰发病时的狂态 随便几句敷衍了过去 又笑道 早上你醒过来啊 说是做了一个好长的梦 你这一梦一年多 可把家里的人给愁坏了 哈哈哈哈 翟好灰坐在那想了好一会儿 却怎么也想不起这一年的记忆 他的记忆还停留在西点军校受训的时候呢 他说道 是啊 我做了一个好长的梦 梦里一直在沙漠里不停地走 白天热得厉害 晚上又冷得骨头疼 就在我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个声音说 英雄美女尽归尘土 得又何欢 失又何苦 不过是难科一梦 听到那个梦子的时候 我突然一下子就醒了 翟老呵呵笑着 这可不就是曾义念叨的那一段吗 这小子倒是神通的厉害呀 神叨叨一段话 把好灰就给喊醒了 而曾义此时问道 翟老 好灰的身体还需要调养 您是打算在长宁山 还是回京城呢 楚镇帮的呼吸 一下子就屏住了 他可是想让翟老留下的 长篇小说首席衣冠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听 明天同一层 海洋 发生了 空 Send